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财经急证事 我是逸婷,坐在我旁边的是彭彭老师 彭彭老师好 逸婷好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台股大涨 现货与期货不同步 我们投资人应该是要多方操作呢? 还是要持续做多或是布局做空呢? 彭彭老师你怎么看? 现在我们的大盘持续的一直在上涨 我们现在看到加权指数的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我们已经上涨的大盘 整个上涨的格局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这个部分天天都在涨天天都在涨 不管是加权或者是期货 我们通通现在都是以做多的操作的策略为主 但是我们昨天在盘中的时候有发现一个状况 加权指数跟台子的期货指数 在上涨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外资呢 他在现货的部分 他是持续的一个买超的一个动作 外资的买超已经达到了93亿 好 那我们的台子的期货却有一个状况 他是在涨的过程之中 外资居然卖超了3752口 那这个地方呢 很多的投资人就会有一个疑问 这边到底是要持续的再继续往上拉伸呢 还是期货已经开始在做 布局的一个空单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时候彭哥就 以我的本身的交易的经验来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质卡 好 我们大盘如果在这个地方 反转的话 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样的状况呢 目前现在的大盘 只要量价同征 量价同征意思就是股价继续在往上推升 我们的量持续有出现 我们的动作还是以多方的操作为主 这边不是空单的布局点 好 第二点 在我们如果发生的大盘回挡的时候 只要我们的大盘不低于10915点 我们来看加货加权现图 好我们看到黄色这条线 只要未来这几天如果有回挡一个状况的话 10915这个地方不收破 我们一样后面还有多方一个行情 可以继续挑战我们的一个高点 好 那我们来看第三点 好 我们现在现货跟期货 目前的一个交易的模式 就是因为大盘持续的上涨 外资积极的买进 所以他们必须要找一个避嫌的管道 所以他会用期货的空单来锁住我们的一个多单 所以这时候我们交易人其实也不用太太紧张 我们一样持续的一个以多方的操作一个观念就可以了 好第四个目前我们的加权指数资金轮动轮涨 可能两天我们就是全职股大力光 我们的台积电 红海这些类股 他不断的一个买进 买完之后他会有一个休息的动作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小型类股 或是其他的族群 他也会有一个上涨的动作 所以我们交易的方式 我们在加权的股票类股部分 我们就是以强势股买进做一个价差 买进卖出一个动作 这部分就是Ponger今天告诉大家的话 应该要注意一个事项 那谢谢Ponger老师精辟的分析 那我们财经急诊室下次再见咯 词词曲 李宗盛